大家好,我是黄轩荣医师 在国人团结努力下 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 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提醒民众不分行业 务必落实社交距离 室内保持1.5公尺 室外1公尺 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 应佩戴口罩 另外,营业场所内 可提供单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 并采取实名制 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销 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 维持适当距离 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 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 即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 室外500人的限制 防疫做得好 恢复正常生活步调 没烦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巅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多人认为这个股市要跌 所以他就反向做 结果这样一路跌跌跌 跌到今天9.6% 已经跌到三成了 融资增加那么多 外资买也没有用了 各位观众朋友这个行情太热了 你知道吗 热到压不住了 我们有时候这样讲 你第一时间 你还拿我的资料 你就会有目标价 你就要下定决心拿 我说实话 有时候你问我技术分析 我也常常在讲 等我讲技术分析的时候 那已经长一大段了 那你不要用很喜悦的心情来拿嘛 对不对 那有时候在震荡的时候 你就会在想说到底 这上礼拜跟你讲的 我最快速翻一下 高端疫苗 我会说它名字取得好 对不对 今天开始震荡了 你要是万一买到高点的 你会不会猜说我到底出了没有 我们这种绩效 我跟你讲 你爵士场去打听一下 今天已经开始震得很凶了 我告诉你 从上礼拜二跟你报告到现在为止 涨到44% 你为什么要 长得那么多以后才提心吊胆的说 以后我会不会继续追踪 我到底我出了没有 在低档第一时间 你拨电话来 你从这里不是很轻松吗 你这里拿到资料以后 你也知道目标价了嘛 才几天才几天而已 上礼拜二今天礼拜四 一转眼四成 我讲主流的行程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要说绝对说防疫不好 会不会长太多了 你就用健康的心理去迎接它 有电子我们做电子 有防疫做防疫 你不要预设立场嘛 对不对 你收我送给你要知道有没有那个品质 这两天大家开始又在谈 哎呀 这个 有些原料要的又在涨 我今天盘中就很感慨的讲 我多早以前就跟各位报告了 那我主要就是突破形态的时候稍微点你一下 我觉得做股票就这样 你记不记得 这日期你看清楚3月23号 谁跟你讲奎宁日书的 我当时就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南瓜 你们都有印象嘛 我不是说因为它又长 我才拿出来跟你讲 一波的行程 它有它的使命在 你们何其有幸 在这一波里面 我们跟各位报告的股票 你木然回首我说实话 你要我怎么跟你讲 对不对 你就看下去啊 我为什么会拿出来跟你讲 就是跟你讲有时候突破形态的时候 你到底知不知道 当时4月份的时候 涨了那么多 我还跟你讲50周以上黄金交叉 站上所有金钱的最强 这个50周以上最强的 你已经看过N字 一臂一重 有没有 那个叫做闽南语 我不太会讲 一臂一重 一臂一重 对不对 你们还有印象嘛 不是说它今天又涨停满怎么样 而是我技术分析只能这样跟你讲 它突破形态 从我跟你报告到现在涨了八成多了 然后技术分析告诉你 技线穿越半年线 那技术分析告诉你 为什么最近投信才来买 这个干什么我最近 我最近是不是跟你讲一个观念 有些股票到6月底的时候要做账 他做账一定要做到你市场上最热的股票 你看他前几天买的 到月底的时候 你觉得他做账会多漂亮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就告诉你 这里就告诉你 对不对 那你说技术分析 有用啊当然有用啊 昨天带量突破 景线今天跳空继续上涨 量滚量啊 投信大买超啊 是不是 那技线穿越半年线本来就有行情 这个你们都是标准公式嘛 那你就不要去排斥说 哎呦那个防疫概念股 生计股在涨我不要碰 你不要碰你就赚不到钱 是不是 我的节目有没有隐隐风潮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也跟你讲我股票也不用换来换去 今天我们一直强调你说 有新的股票出现的时候 我麻烦你不会通电话来 因为我强烈的要告诉你 未来上涨过程里面 他的内涵的消息 和法人的琢磨点 以及技术分析的切入点 你都可以知道 因为你拨了这通电话 我给你看一下我今天的抗讯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 讲得很清楚嘛 我是不是跟你讲作涨 其实很多股票已经在作涨了 我跟你讲说法人作涨一启动 我本来不要那么找先的 但是我就让你知道说 你为什么要拨这通电话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我跟你讲必买 你说你翻台北科就台北科 来你看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们把手机放在这里 你自己看 底下这个大疆你们都知道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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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长 为什么 观众朋友们 这个叫做事后 你看我节目的时候叫事后 它长平板 那你昨天 你拨电话进来 你今天多开心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法人作涨行情启动 你看他南光也是 头信买两天 因为他就啪啪啪两支掌停 那台北科 你怎么知道他在作涨 观众朋友们 你会不会看 我为什么要你们一直强调 你要拨电话 要拨电话 因为技术分析 我告诉你 涨上来了 我会教你 这都是基本功 这叫下降压力线 这叫量能反压量能线 季线穿越半年线一定有行情 你看头信买那么多 六月了 他买了一缸子 他要不要适当时机 发一个大量以后 告诉你他在创高 我跟你讲 就像我昨天讲的 到月底的时候拍拍手 你绩效很好 下一档基金退出 大家抢购了 那你们呢 你们今天全市场的focus 就是台积电有没有填息 填息 关各位什么事情 我已经跟你预告会填息的 问题是 那个股票只是拿来参考用的 稳定人心的 告诉你说 这个有除息行情 配两块半台积电除息 如此而已 对不对 你有时候想想看 你如果不来拿我的资料 那你干脆 你就是跟我也跟你说过台积电可以买 你就买台积电就好 你也不要看节目了 你看节目来拿股票 就是要又急又快又猛 你问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知道他会涨 做功课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要不要把昨天bcr掉出来 我有没有跟你讲 又急又快又猛 你看看这个南光 有没有又急又快又猛 你看看这台表课有没有又急又猛 来再给你看一次 我其实有时候 我不是不大愿意拿口讯给你看 但是我取信各位 我说到我要做到 有没有 买了就涨低 因为上一趟他也是这种情况 我给你看一下 有些股票 有些股票 你们第一趟拿到的你就有福气 为什么 因为要在工的时候 比如你们昨天有播电话进来 之前也有拿过的 我不会藏私 要再发动的时候 我再通知你一次也没关系 因为你相信我 你知道第一时间我跟你讲说有股票会涨 你就拿了拿了 代表你是我忠实观众 我对忠实观众我是 你自己看嘛 你有印象吗 有是不是 有我是不是想中了 四月份那一趟 你们都有看在眼里 那时候投信就开始买 各位观众朋友 你要一个想法 四月五月六月叫做一记 他可以有记报 对不对 记底作账哦 然后你四月五月六月 再加上一二三月 有一个叫做半年报作账哦 你仔细看哦 那时候是不是一直买 是不是一直买 一直买 而后又大疆松悍 二合一又是台表科 有没有医务长 有嘛 我是不是跟你讲 带大量突破警线 你看那时候多少钱 101块5毛 观众朋友 我还是跟你讲 对不对 对哦 你要第一时间来拿啦 我跟你讲真的啦 我只让你回顾一下 股票是怎么做的 你们有时候忘掉 mini LED SMT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想想看 晶电 隆达 停牌是为了什么 mini LED 那你不用去看它嘛 你就看它就好了嘛 对不对 很早以前就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我这个报告也给你看了 对不对 你看一路涨一路涨 然后上一波卷制比很高 一直涨了61% 那你涨61%以后你基本上你了解这档股票 我为什么我哪一天不讲 我昨天开始就跟你讲 你要留意要作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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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基本功啊 季线穿越半年线 你看这档也是啊 你问我说为什么会涨那么多 各位观众朋友们 不是涨停板 重点不在涨停板 而是你也有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啊 这是不是季线穿越半年线 投信买了 带量突破 我这里就告诉你了 那一样的故事会一直在演嘛 为什么会一直在演 因为这是一个大多头嘛 就像我今天盘忠约讲啊 你们要的东西其实超越巅峰我已经告诉你 其实我不大愿意解台积电 因为你们其实收看超越巅峰就 你不会保守到只买台积电 就为了台积电两块五天息 你就说超越电话很棒 你不需要这样子 你们打一通电话来 就是我们要找到一档好的顾票给各位 但是各位你不要预设立场 防疫现在很热没错 但是我多年的经验啊 你们参考一下 一个趋势的行程它不可能是一天的 那这个热度已经来的时候 我们就两个都做嘛 对不对 电子可以做 防疫当然也要做啊 我防疫的个股其实今天中化也涨停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讲说这个奎宁啊 要加上日苏才有效 就跟你讲南光和中化 你们都有印象嘛 防疫的股票我也讲了很多啊 你看这个 我真的不大会解今天这个反应 我只有一个想法啦 你不管我从哪里得到了一些讯息啊 那到底股票要涨到哪里去 你就播一通电话就好了 你电视节目也看了那么久了 我有沒有说到做到 那你再看一次 观众朋友们这个才叫做你们真实的体验啊 如果说今天是防疫的股票你会觉得哎呀 反正防疫那么强 你看看今天电子股二七档涨停的 所以呢 我认为电子防疫是双主流啦 就这一档 明天开始要动了 你觉得它要涨一只涨停满 两只涨停满 三只涨停满 四只涨停满 五只涨停满 六只涨停满 你们等着看啊 你光是一个南光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从我跟你讲到现在为止 82%你觉得是几只涨停满 一只涨停满如果10%的话 已经8只了 从我开始给你报告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从我开始给你报告 你自己看一看 今天56.5 我跟你报告的时候 在这个价位 30.95 到今天 你做股票以来 有没有享受到这一种做股票的快乐 代表哥也是一样啊 上一趟台表哥 一段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啦 你万一今天在这高档的 你会不会猜说到底我以后会不会讲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可以涨四成呢 就一通电话你就可以了解说 他的未来性在哪里 然后我又可以保护各位保护得非常好 所以很简单嘛 你要是还在看的观众朋友们 你就不用再看啊 你就打一通电话来 会一直涨停 两次涨停 三次涨停 四次涨停 五次涨停 你不要预设立场 我说过了这种行情最棒 今天只涨13点 你知道涨停有几家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赶快来拿 你看上市29家 上柜26家 加起来总共55家涨停 55家涨停 只有涨个13点 太棒了 如果真的台积电涨停 红海涨停 那对你帮助反而不大 你知道吗 这种行情最棒了 感觉指数没什么涨 但是好多股票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今年叫做多头 我不是那个卖弄玄机的分析 但是我昨天也很真诚的跟你讲 你在月底之前 会有更多的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因为它的筹码够集中 它的信息面散出来 你会看到的就是对的 所以它涨停 涨停 涨停会涨不停 各位观众朋友们 看我节目那么久 你也知道我的股票 我不是乱射飞标的 一波走完以后 我们就等待另外一个突破的时候 我们再去加码 但是你要拨电话进来 你在七十点的时候 你开始跟着我们一起进去买以后 你就坐在轿上了 这不是最好的吗 然后呢 你也知道目标价了 你就不会随随便被洗走了 要在工的时候 你也非常清楚 所以这一档股票我跟你讲 电子防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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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你不要预设立场 你来到市场上就是要赚涨停板 你就要越多涨停板越好 如果我没有做到 那你不要打电话进来 你节目你都一再验证了 对不对 我昨天开始就跟你讲 在月底以前 你不要认为说 看到这个五十五档 涨停股票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想法 当法人 这法人我昨天也跟你讲 有公司 有国内的投信 你涨上来了 基本上开股东会的时候 多有面子 现在又是股东会的旺季 你当你的股票 不断的不断的涨 你开股东会的时候 大老板坐在那边 大家是献花的 多久没有这种龙井了 所以你说防疫对不对 我当然觉得对 它比重已经占百分之三级 代表热度够 那我们也跟各位讲 防疫的股票也那么强 高端疫苗强不强强 只是今天开始震荡 对不对 最早跟你讲说 你要留意到 在这个所谓的疫苗 还没出来之前 你要能够化解 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 奎尼要加日苏 不然我告诉你 你以前什么时候听过 南光这两个字 如果不是在我节目 你也不知道 上个礼拜跟你讲说疫苗 有的有人的名字就取得好 他叫高端疫苗高端疫苗 才几个工作天涨了44%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你来拿股票 就是要未来要赚 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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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话不多说 就是这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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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电话进来 你打电话进来 你拿了去做就对了 剩下的当它涨很多以后 我们就很轻松在节目中跟你讲 你看到当时我跟你讲 基础分析的切入点 打电话来拿这档股票 你要知道目标价 进房告谢谢 谢谢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投顾 守护针线 021-3366 2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超越巅峰 股票 股票其实 当它有代号 它有名称以后 它不会改变 这是上礼拜二的高端印 这是今天的高端印 你看差多少 我真的不希望说 你们看到很热的时候 跳进去 然后开始震荡的时候 就在猜猜说 哎呀这个到底走完没有 那没有意义嘛 你第一时间拨电话进来 你当然知道要怎么做 是不是 这个叫男人可贵 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周导以前就发现了这个事实 这叫日书样 你自己看一看长多少 技术分析是额后跟你当参考的 又当教材的 到年底的时候 我拿范例出来跟你讲我当是怎么找的 这叫技术分析 当时台表课我跟你讲重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长多少 对不对 跟你讲说法人要作杖 我也没有让各位失望啊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自己看清楚 你打电话进来你就有同步的这种讯息 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上节目以后跟你讲说今天掌停了以后 你又左右为难 你又不知道说到底明天要不要继续追还是 你第一时间就拨电话进来 我就跟你讲就这一档了嘛 要一根掌停两根掌停三根掌停四根掌停五根掌停 基本上我们有把握 基本上我们有把握 电防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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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档 你也不用拆了 就是拨电话进来 以后有什么讯息 法人要什么锁码 你已经在叫上了 你就开开心心的迎接掌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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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掌停 就是这一档 谢谢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